大家好,又是一期移民说的节目 加拿大移民,移民加拿大 很多人都想了解加拿大,移民加拿大 那实际移民加拿大有怎么样的好处 我们之前讲过,如果你还没有看过 你可以看一下我以下的链接 有五个途径,移民加拿大,移民加拿大的几大理由 今天看到一篇文章觉得比较有意思 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他说,有这么几种人不适合移民加拿大 那我今天来说一说,你来听一听 看看对你有没有影响 或者你是不是这几种人 如果你是这几种人,你会怎么考虑 我们现在开始 对,我们之前说了加拿大在北美的教育算是不错的 然后自然资源又不错 气候也不错,环境也不错 有一篇文章说了这八种人不适合移民加拿大 那我们来一一来聊一聊 看看你是不是这样的人 第一个就是不守规矩的人 为什么说不守规矩呢? 因为好多人,尤其是来到了加拿大以后 比如说交通方面,开车呀 或中途交通规则呀 习惯了国内乱停车 这边乱停车是有可能被拖车拖走的 还有一部分就是旅游过来到了公园 有的警告牌上写了不让干什么,非要干什么 那前一段时间大家听过新闻在温哥华的那个渔人码头 有小女孩坐在那旁边有一个海狮过来 那不让喂,结果喂了以后 就是不幸掉了下去 这样非常遗憾的一个事件 另外就是在半府公园那边有很多 人不让跟熊照相,非要照相呀 有些地方不让去,非要过去呀 有些雪山的地方,比如说关了以后 非要想上去呀,这些等等 第一,不仅给自己造成了麻烦 也给这边的警察或者说周围的人民造成了麻烦 那如果你不守规矩 那文章分析如果来到这边的话 就可能浑深的不自在 你在国内惯了 或者是在其他的地方习惯了 比如说最重要的一个就是垃圾分类 很多就是造成了不必要的麻烦 第二类他说了不甘于平凡的人不能来 这个为什么呢 其实加拿大我之前分析过 不像美国那样,也不像其他国家 它有点节奏比较缓慢 经济发展也比较缓慢 享受生活聊天事的这种日常 那你要想追求快节奏 追求很好的想要发展做公司高层 或者做出一番事业的话 就不适合来这里 为什么呢 你想 包括他的总理特鲁多 他的工资也没有太高 而且加拿大的CEO跟美国的CEO相比 工资差不多能差十倍 甚至到几十倍这样的程度 所以这边的Waterlobe的大学生都基本跑到美国那边去做 计算机行业 IT行业 所以呢 这是一个能够让你生活无忧 能够好好生活 工作 能够平衡的一个地方 如果你想要追求突出的业绩 想要追求更高的理想 想要像电视里看到那样做高层的CEO 做丰富的这个那个的话 加拿大不是这么样的一个地方 所以我觉得他说的比较中肯 他说你如果想要干一番大事业 梦想成为大人物 有大风光 得到赞许的话 加拿大不是这么样一个地方 它可能会让你有些许的失望 第三个跟第二个其实差不多 他说的如果你想博出名校 然后出人头地的话 这个地方是不适合的 为什么呢 在这里他说了一个平等的这个概念 是植入人心的 不是为了让你做人上人 教育是被认为是人生的这个应有的权利 是为了获得更大的自由 然后实际上这里面有一个很多人在工作以后 会回炉 就是工作了一天会去上学 那上学的目的他不是为了出人头地 他就是为了享受那个平等的教育 享受那个教育的程度 这里很多总理 很多富人的孩子也上功效 当然基本上如果你想要成就一番事业的话 可能从小还是要私校的这个理念 从私校开始能够让你更有效果 能够教育的更好一些 第四种就是不喜欢小孩子的话 这个地方可能你会比较孤独一些 因为加拿大的家庭平均来讲 基本上都是两到三个小孩 两个是基本上算是少的 两个以上 基本上不上班的时候就是跟孩子家庭出去旅游 出去玩或者在家里玩 所以你看到加拿大遍地小孩子的教育 或者小孩子玩的地方的主题很多 包括农场呀 包括游乐园呀 包括各个社区的娱乐设施 还有playground呀 这种地方会很多很多 以孩子为中心的 第五种说了一种就是要贬低别人 抬高自己的这种人是不适合 因为什么加拿大是一个非常讲究平等的社会 相比南边邻居 美国天天喊着要伟大再伟大 加拿大它为了是连向欧洲的那种强调包容和理解 甚至把多元碰的文化都写入了宪法 这个会非常明显 比如说你在加拿大碰到什么样的人 碰到你以后 或者踩了你脚以后 必然是每个人都会说sorry的 sorry是加拿大的一种文化 不管是谁的错 对方可能会先说一个sorry 这样子能够显示出来它的一种境界 它讲求的是平等和多元文化 举个例子 很简单就是你去看病的时候 不管你是多大的官 你是多大的 你多有钱 那你都要排队 都要预约 都要排队 这样显示出来非常平等 当然了也有例外 那一般情况是这样 还是比较平等 比较尊重 彼此尊重的这么一个社会群体 第六种 他说如果你不喜欢大自然 就不要来加拿大 为什么呢 加拿大咱们都知道是一个地广人稀的地方 最主要的它的就是自然风光 还有大瀑布啊 有绿化呀很多 那如果你不喜欢大自然 可能对你来讲就比较的不适合 他说了一些数据 说这里呢是自然景观和野生动物的天堂 全国有超过40个的国家公园和自然保护区 省力公园就更多了 举不胜数 仅仅安省的公园就有280多个 所以几乎每个小区 几个小区旁边就有个大的公园 供小孩去玩 那周末驾车出去旅游呀 到海外野营呀 这都是加拿大休闲的生活的一部分 所以这里呢有很多树 他都是不能砍的 你砍一棵树要罚的很贵的 安省曾经有华人被罚过1万多块钱 就因为砍了树 那另外呢 砍树要有专门的人员来砍 砍树工是非常挣钱的 基本上砍一棵树要1000多块钱 当然第七种就是不喜欢体力活的 不要来加拿大 为什么呢 因为在加拿大 他们人工是非常贵的 基本上干什么活都要亲自动手 比如说你房子 买了房子以后 房子里面什么东西坏了以后 最好是自己来修小的修 捡草啊 这些割草 修房子 这里的房子呢 看起来都很漂亮 前院有草坪 后院有草坪 然后你有自己独立的空间 当然这也有要求 听起来很美 但是人工费会非常贵 非常贵 你冬天需要除雪 夏天需要捡草 必须要有自己的工具 要自己干活 如果你请人的话 是非常非常贵的 这样来讲的就是 你一定是要干一些劳苦的活的 不喜欢劳工 第八种也是比较常见的 不喜欢运动 不要来加拿大 我觉得有点玩笑啊 运动是讲什么呢 因为加拿大基本上从学校开始 他们就有运动的课 从高中他们有选修的是体育课 就是运动到健身房 也是可以加分的 这个是比较意外的 让我没有 这个对我来讲是比较新的 也是比较意外的 所以他说这里人都爱运动 他们都因为有良好的自然环境 设施娱乐设施比较完善 户外什么登山 滑冰游泳 还有湖上的什么 扬帆钓鱼等等等等 高尔夫 这边的高尔夫很便宜 不算什么贵族运动 就是很便宜 你也可以去打高尔夫 很多人到了秋天春天 或者甚至夏天 都会去打高尔夫球 最后总结 加拿大呢 是实实在在生活的地方 不是出人头地 也不是升官发财的地方 你想要生活和工作平衡 想要一堆孩子围绕你转 其乐无穷 喜欢自然 喜欢运动的话 加拿大比较适合你 如果你有什么加拿大 想要了解的问题 或者想要移民加拿大的相关问题 欢迎跟我们一起探讨 今天我们就聊到这 我们尽量找一些大家感兴趣 又对大家有帮助的信息 来一起分享 我们下期再见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宝宝 高尔夫